我們街頭民主教室 那我們要請大家是台大新聞所的張錦華教授 那其實這一次呢 我們那個反不貿議題 台大新聞所的同學也出了很多的例 就我所知 台大新聞所的同學除了有在場內 就是做那個場內的那個網路直播之外呢 那有些同學他們就是很辛苦的到捷運站去發傳單 希望能夠讓這個議題 能夠在那個新聞的事件上面有更多的發酵 然後也讓更多人知道 好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張老師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我們給自己一個最大的掌聲好嗎 謝謝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都還沒有離去的請舉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一對 我們給他再一個掌聲好嗎 不過呢 我們還是換班一下好了 我們這個維護台灣自由民主的這個行動 我們要堅持下去 但是我們堅持下去的理由 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有一個真正美好的生活 真正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保護自己的身體 我們在這邊 呼喊自由 呼喊民主 要求 回復到我們的民主體制 就是因為我們要最珍惜的是台灣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謝謝各位 我們在這邊關心我們自己社會的民主自由的品質 關心我們下一代自由民主的品質 這是台灣最核心的人權的價值 我們今天在這裡 不是只是為了反對一個貿易協定 我們是在這裡維護台灣最珍貴的核心價值 自由民主人權對不對 我們要維護的還有台灣最珍貴的憲政的制度 這個是維持我們自由民主的制度的基本 這個制度是一個三權分立或是五權分立的一個制度 在這個制度裡面 權力會濫用 但是呢 他會被制衡 他的制衡的力量 不但來自於制度本身的 立法司法行政 同時他也來自民主民眾的參與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服貿協議簽訂的過程裡面 讓我們最擔心的 我們之所以要在這裡守護的 是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們的政黨 親手撕壞了 這個台灣最重要的制度 所以我們要靠人民的力量 堅持下去 把它改正過來 對不對 一個民主的制度 讓民主參與人民參與的制度 怎麼可以兩黨協商完成 讓這個協議 逐條審查 一一的檢視 他所關切的 他所涉及的64種類別 一千以上的行業 所涉及到的所有的勞工 機會 所有的勞動的權益 所有的生活的品質 這麼重要的協議 怎麼會是一個行政命令呢 怎麼會是一個行政院提出來之後 就要求立法院存查的行政命令呢 而且事實上已經協議好 要逐條審查 如果親手撕毀這個協議的話 撕毀的不是這個協議 不是這個承諾 而且是對台灣民主制度的撕毀 如果政府不改正 不道歉的話 我們要求他們下台 對不對 接下來 我想要再繼續談一下 很多人 很多同學問我說 包括我的兒子 也在現場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他也問我說 媽媽為什麼 這個服貿協議會影響新聞自由呢 會影響言論自由呢 我們舉兩個 他所涉及到的 行業為例 第一個是印刷業 第二個是廣告業 我簡單的說一下 印刷業 我們知道 在台灣 這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面 我們愛印什麼印什麼 我們愛出版什麼出版什麼 只要我們不違反法律 不侵犯別人的自由跟權益 但是相對的 在中國大陸 在中共的統治之下 他們的印刷業是自由的嗎 不是 對不對 他們的出版業 是自由的嗎 不是 他是受到他們的政治控制的 所以他們要印刷出版 都需要得到準印證 都需要準印證 因此我們開放印刷業 讓他們來台灣自由的印刷 甚至可以出版他們想要出版的東西 我們是開放了 請他們進來的是什麼呢 是資本嗎 是他們的經理人員而已嗎 還是他們的 對於言論自由的掌控 一起讓他們進來呢 有什麼太大的影響的 這是人民最卑微的請求 開放廣告業進來 不是可以有很多的收入嗎 這不是很好嗎 但是同樣的我們不要忘記了 在中國的政治的控制之下 他的廣告業 也是必須服務於他的政治目的 他的媒體服務於他的政治目的 他的印刷服務於他的政治目的 他的廣告 這些商人同樣也服務於他的政治目的 我們最近有一位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 他分析中國在國外進行大外宣 進行宣傳的手法 他揭露了這個手法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的策略 就是透過這些在中國大陸市場利益 龐大的這些商人 他把它叫做侍從商人 透過這些侍從商人在海外購買媒體 於是這些媒體就變成了侍從媒體 這些被這些侍從商人所影響 所控制的媒體 他們就失去了 他們堅持事實 堅持報導事實 堅持自由 堅持維護人權 這樣最重要的媒體的價值 最重要的新聞價值 這個現象不是在國外發生而已 在香港 我們已經清楚的印證 在台灣也正在發生 在香港各位知道嗎 兩個禮拜前 我們在同樣這個地方 舉行了為民報總編輯 劉靖福祈福的聲援會 當時在場的請舉手 有沒有 有 謝謝各位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然後香港警方說 他們在跟大陸合作 抓到了九名兇手 但是這些兇手是受誰的指使 來殺人呢 來砍人呢 來做這種暴力的 寒蟬效應的 控制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作為呢 不知道 事實上不是 劉淨圖這個砍殺事件 沒有辦法發現 後面的兇手 後面真正的兇手 連之前的 香港的 其他發生的這些 具有批評的 這些 名嘴也好 這些媒體也好 所到受到這些暴力的傷害 沒有一個破案 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破案 在香港發生的 我們看到的 就是 言論獨裁的 控制人民思想自由的 中國的體制 中共的體制 他沒有辦法容許 自由的言論 沒有辦法容許真實的報導 他先用所有權 併購 來控制這個媒體 用廣告 來 控制這個媒體 然後 還有人 敢不同的意見的話 就用暴力 來控制這些 可貴的勇敢的聲音 我們不希望它在台灣發生 所以我們拒絕開放廣告業 對不對 有人問我說 那這些廣告業進來 為什麼就會控制台灣的媒體呢 我們再稍微詳細的說一下 從香港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媒體是靠廣告生存 那廣告商他下廣告的同時 當他下的廣告越多 那麼他對於這個媒體的控制力量也就越大 他的控制就會變成從 登廣告 進入到 對於他的編輯台的控制 對於他的 編輯人事 編輯人員的控制 其實不只是廣告而已 在這幾年 台灣已經看到了 想要在大陸的市場 有所 這個 進入大陸市場這些媒體 他們的 從他們的 這些工作人員 這些媒體的工作者的工作權 已經受到侵害 大家看到很清楚 我們看到 三立電視台的名嘴 主持節目的受視率是第一 但是呢 就悄悄的因為 所謂的家庭因素 就離職了 我們看到 某大報紙的 言論版的主編 因為不能報導 中共不喜歡的言論 所以呢 被迫離職了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情 已經在台灣發生了 後面的 經濟的力量 廣告的力量 是 掐住媒體咽喉的 那個黑手 再進一步看 中國的廣告市場有多麼的龐大 一個中央電視台的集團 他一年的廣告金額 相當於700億台幣 一個中央電視台而已 不要說大陸其他的這些 大的媒體集團 一個電視台的集團 就可以有700億台幣的廣告金額 那麼 台灣的廣告金額有多少呢 台灣 五大媒體 包括電視報紙 廣播 網路 等等 雜誌等等 五大媒體 全年的廣告金額 去年的統計數字 只有不到470億 不到470億 所以 以中國大陸 他的這個廣告商的力量來講 對於台灣的影響力 如果他後面其實是有政治的控制的目的在的話 對台灣的言論自由的安全有多大 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我們的國安局長 居然也說 他的評估覺得 對台灣的新聞自由 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Toyota問 國安局長 你是沒有看到 中國大陸對言論自由的控制嗎 如果沒有看到 你應該下台 對不對 但是 這可能不是國安局長一個人的決定 他的後面 可能還有更高層的力量 我們要請他站出來 對台灣的國家安全 對我們最核心的 自由民主的生活的品質負責 否則 他就應該下台 對不對 我們今天不是在這裡反服貌而已 我們在這邊再說一次 我們維護的是台灣的最核心的價值 讓我們一起來呼喊 堅持民主 堅持自由 堅持自由 退回服貌 退回服貌 重新審查 重新審查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現在張景華老師吼